你 你恢复记忆了 你这带尾巴狼 你这个动物很好玩是不是啊 你很开心是不是啊 你是不是当我有多担心你啊 我知道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知道 我都看在眼里 刻在心里 我都看不见了 顾总 你明天想几点去雕刻馆 我来接你 你今天就住这儿吧 坐 我说了 每天陪着我 无时无刻 我来 怎么了 烫着了吗 可能是雕刻时间太长了 手有些酸麻 手麻 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呀 不用了 我估计明天早上起来肯定会更疼 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雕刻 要不然我帮你按一下吧 你 你放心吧 我从小就帮我爸按摩 他是出租车司机 每天要坐很长时间 经常腰酸背疼 行吧 好 那你 把胳膊给我吧 怎么了 不舒服吗 肩膀好像也疼 肩膀也疼 那我帮你把肩膀也按一下吧 哎呦 这最近腰也不太舒服 那要不然 你趴下我帮你按按吧 哦 好吧 你垫个枕头 还安啊 老板 你感觉力度还可以吗 可以 在十点进 哦 现在呢 感觉还是不对 也不是这里 不对呀 这还灯鼻子上脸呢 老板 你到底哪儿不舒服呀 你给我指一下行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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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啊 这是个穴位 得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有效果 稍微有点疼 你忍一下啊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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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你确定忍着 这个穴位就是要很大劲才可以 我 好的 通过所有位专家团的评选 那么第八届金标奖的 最终的平时名单的四份 正在我的手中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获得本届金标奖 铜奖的位置是什么 获得本届铜奖的雕刻作品是 玄虎 让我们用掌声 请他的雕刻者苏和上台领奖掌声 有请 获得本届铜奖的雕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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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孟子 你却信不是在拍电影吗 已经杀青了 虽然今天有其他通告 是 为了他 还是得来呀 听说你又搬进我哥家里了 听说你又搬进我哥家里了 我哥最近怎么样了 挺好的 那就好 你也别急 时间多的是 反正我就认定你这个嫂子了 我最热爱的 其实 你哥呢 他已经 现在这个场合不适合跟他说这些 你也别太紧张 金奖一定是你的 谢谢亲爱的 谢谢大家 好的 感谢各位的掌声 我们同样恭喜雕刻家苏和 现在呢 我们为大家将颁发的是本届的银奖作品 我们这一位的雕刻者呢 可以说是我们金雕大赛的常客了 他出生于雕刻世家 同想呢 对雕刻的造诣 让我们这些人望尘莫及 不知道大家猜出他是谁了吗 喂 浩东 这个应该是你的 雕刻他的人呢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雕刻家 他雕刻的作品 一向被誉为鬼斧神功 只不过他这一次的作品呢 有一点特别 因为他不光获得了本届的赢奖 同时呢 也获得了本届的新增奖项 那就是网络最佳人气奖 他被誉为最年轻最有天赋的雕刻者 本次呢他的作品 不仅挑战了自己 更只挑战了其家族的传承佳作 获得银奖的作品叫 仙女雕刻者顾艳成 恭喜您 好的 接下来 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 有请顾艳成登台领奖 好感谢 艳成 我觉得你的作品是最棒的 这棒品位肯定也是有问题 都不好意思 那么顾总呢 因为家里面临时有急事先行离开了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为大家揭晓 万众瞩目的金奖作品 这一尊作品啊 是由一整块翡翠雕刻而成的 那么它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内雕的雕刻技巧 我们的专家评审组 以精美绝伦四个字高度赞扬这尊作品 接下来我们就恭喜我们金奖的雕刻者 魏浩东上海领奖掌声有请 谢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谢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从小我就有一个一直想超越的目标 今天我实现了 在这里我也想借这个机会 对我的女朋友顾沐宇说一声谢谢 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谢谢 谢谢